跟国冷知识 中国古代对妇女还有很多不公平的约束 好像有所谓的七出之条 大家又知不知道七出之条是什么来的呢? 七出之条源自汉朝 是丈夫七种可以休妻的理由 七出之条包括不信从老爷奶奶 母子生、犯淫戒、妒忌人、幻想重病 经常是非多和偷野 只要女性犯了这七样的其中一样 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弃妻子 至于妻子想扮离婚手组 不好意思,是没有这些条例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女性都挺没法律保障 请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Est订阅 转发是他